以昌市地处湖北省西南部 长江中游与下游的接河部 因水至此而移 山至此而临得名 而让这座城市更为世人所知的 是三峡大坝所在地 来到这里 我们正巧遇见大坝泄洪 天哪 好正宽啊 天哪 这里还有彩虹 这是我完全没有想象到的画面 我想我走过那么多的路 然后看到过那么多的大海 不管多宽宽的海面 我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激动过 这里有12345 像五条巨龙一样 长江的水就这样奔流而下 太壮观了 天哪 我们设置组曾多次拍摄过三峡大坝 这是唯一一次记录到泄洪的场景 当时大坝正遭遇长江巡迹的特大洪风 同时开启了五个泄洪闸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大坝两边呢 就是发电站 而中间的这个五个闸门呢 是泄洪的时候用的 平时其实看不到这样的场景 因为最近呢 这个七八九月份是迅期 但就算在迅期的时候 也不是五个闸门随时都会打开的 所以我们这次来 真的是运气太好了 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 这个方向呢 是宜昌 是下游 那边呢 是长江的上游 重庆方向 据说在这个大坝两边呢 它们水位的落差有110米 我们过去看一下 一侧江水迅猛奔腾 而另一侧 平静得犹如一壶溅水 这样的景象难得一见 一场独特的山水地貌 寓意出许多独特的村落 在长江支流 青江的下游 就有一个由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命名的 中国谜语村 清林寺村 生活在那里的人 非常善于制谜 猜谜 几乎人人都能说谜语 每年村里都会举办 一到两次的谜语大会 全村老少都来参加 场面非常热闹 刚从庄稼地里忙完浓火的老汉 抱着孩子的媳妇大妈 都是猜谜语的高手 不一会儿 奖品都已经到了男女老少的手里 大家猜谜语都有自己的方法 随便找一位大姐 谜语怎么猜出来的 她都能分析得头头续道 像你们天使那么会猜谜语 你有什么诀窍吗 也没有什么诀窍 就根据她的意思那一顶目的 也是跟那分析题一样的 跟分析题一样 身在高山 住在平地 从不读书 还一身文气 大骨尖语 这个是什么呢 身在高山 住在平地 从来都不读书 还一身文气 天呐 这万事万物这么多 从何相续呀 本身的东西是身在高山的 高山地里里里的 对 您就把您分析的过程告诉我 您是怎么猜到的 它本身背 像墨底的背样 它本身的石头是身在高山的 是不是呢 它比较有能够 坐在平地 从不读书 桌上面都是刻的背稳 哦 您看 怎么可能呀 背是吗 不但会猜谜语 清零四寸的人还会编谜语 谜语的内容就是 他们所熟悉的农村生活 青山 绿树 庄稼地 甚至一缕吹烟 都是创作的素材 村里就有很多编谜语的高手 我们找到了最有名的一位 赵新手 赵大波 赵大波 你们举办这个谜语大会 是因为今天 有什么特殊的日子吗 没有一个什么特殊的日子 这是我们 这是农仙 农仙 农仙 就把大火弄弄 一咬一喊 到哥哥们 嫂子们 姐姐们 妹妹们 兄弟姐妹们 我们来揣几个灯波子 灯波子里懂不懂 灯波子肯定就是谜语的意思 赵新手被村里人称为 谜歌大王 他告诉我们 谜语大会除了猜谜语 还有在青江上对谜语 对谜的人分成两对 分别向对方出谜题 你来我往 直到一方败下阵来 在青林寺村 谜语除了可以说 还可以唱 能像对山歌一样 对谜歌 赵新手更是因为 会唱几百首谜歌 而被称为谜歌大王 传统对谜歌 大都是单句一问一答 而青林寺的谜歌 则以首为单位 以谜打谜 两段谜歌可以互为谜面和谜底 参加完谜语大会的活动 我们跟随照新手从江边回到村子里 青林寺村是青江岸边的一个小村子 面积不到13平方公里 生活着900多人 村里的大陆两边就是果园 农田 加上一旁的青江 这是一个被青山避水 环抱的好地方 这些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 那我就告诉你 这是青果树 结青瓜 青瓜里面 爆棉花 棉花里面 爆树子 树子里面 爆豆芽 我知道这是什么了 柚子 正确 好厉害 你看赵大伯他有意思 我随时在这个路上 其实我只是好奇这个植物 是什么东西 然后他立刻就给我出了个谜语 原来就是柚子 真假 谜语村到处长着粮食刮果 也到处都挂着谜语 我自从跟赵大伯在一块以后 看世界的方式都变了 我现在看哪都是 这挂了一个谜语 那挂了一个谜语 谜语几乎成了清零四寸的一种语言 自己想几个谜面 到天津地头 大伙互相猜一猜 是村里人比较普遍的消遣方式 大大伯你们村人 为什么都这么爱猜谜语呢 这是一种习惯 有眼前没得电视机 没得卡拉伯 干干什么呢 就我打个灯泡子 就把你哼住 你打个灯泡子把我哼住 这用这种意诺 就觉得这个耳朵 落得慢着 一天的时间可以快 其实最早的时候 就是打发时光的 然后越猜就越有意思 清零四寸位于长江 和清江的交汇处 过去清江上放牌的 新传的 到了清零四都要歇解教 这也使得清江流域 各地的民间文化 在这里汇集 为谜语的发展和传播 创造了条件 您这个还没进门呢 就已经看到谜语了 百家姓上头一名 因为我知道您姓赵 所以知道 这下面三个 是不是您的名字 是的 南二北三一线分 是什么呀 是个心 中心的心 心旺 心旺的心是吧 这样写 太有意思了 行 还没进家门 就开始打谜语了 赵青手家里的家具和农具上 都贴满了谜语 看得出 他对谜语十分痴迷 这也太好玩了 这要小心一点 这个一条乌烧龙 牙齿有几百 你瞧就是这个龙 一条乌烧蛇 乌烧蛇 对对对 确实呼呼想 转来下大雪 就是下梦穴是吧 对对 您家这个太有意思了 怎么这个家具上面 那电视机上面的话 都贴着这个谜语啊 你瞧这算盘 这个问题 这所有的农具上都有 除了制谜猜谜 赵青手还对谜语 进行了系统的收集和整理 从1999年开始 他与另一位村民 丁开青合作或单独 出版了八部谜语记 《谜歌集》 用他的话说 这是对子孙的一个交代 都随便收集 要不要抱 真要抱 不只是找新手 谜语对青林四孙的每个人 都十分重要 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有些年轻人还靠猜谜谜 解决了婚姻大事 我就给你俩成亲了 他说哪会 他说你打我 肯定猜得中 我就打一个 你跟你 我就说 一条乌龙舌 压成有机会 回来找来国家看到 肯定和我转得下哪些 我说你猜猜了 他说我猜的 他说那是我们用的 我走过江湖的工具 他把你的蜜吹到我 最后就带他了 可是你们这个装置 应该每个人都会猜谜语 因为这是传统 其他男生追你的 肯定也都会猜谜语 男人他就说是别处的 我以前 我也是跟他打过 就是我打一个 那也蛮简单的 给人家猜人家的 没猜到 我说我们两个还是不得 我就没有跟他聊的 太有意思了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 现在的年轻人恋爱的时候 会说你喜欢听什么音乐 你喜欢看什么电影 是不是 这就是你们之间的 共同语言 对 对 如果有这个的话 还不觉得什么 因为是一个村的 可是一旦人家 猜不到别的村的 一下子你们就觉得 之间距离远 对 对 对 就这样 这个备考青山 面朝避水的梅蒂村诺 本身就是一个迷面 透着醇厚亲切的乡土气息 等着来到这里的人去感受 去解答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